你把台北市政搞得这么千疮百孔 你凭什么就认为国政你做得好 不是这样吗 你连基本的台北市政 台北市有那么多的资源 有全国最优秀 也最优秀的公务员 也最多的资源在我们首都台北市 结果被你搞成市政成绩倒数第一名 那柯市长你还什么面子 不要说真的去参选 就连说要参选 我都觉得我特意更小 当然在议会里面 当然这个议员们喜欢问一些其他的时事题目 但是其实媒体可能看到选总统 就会特别放大这样子的题目 但是其实市议会的市政报告的总质询 大概是两天左右的时间 那市长其实也做了40分钟的简报 在讨论市政的题目 所以我相信市长在市政这块还是非常用心的 那周一到周五 他说他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都在工作 可是我们怀疑他这个工作当中 为市政打拼的占百分之多少 为党务占多少 为他的总统选举占多少 所以并不是说你坐在办公桌里 你就在拼市政啊 我们看到他也常常跑到这个民众党的党团去开会 或者是说利用我们市政府的这个办公室 去谈一些党务的工作或者总统大选工作 也因此我们觉得柯市长他虽然仍在市府 心跟他的行动早就飞到全台湾去为他的总统大梦而努力了 来当市长的头两年头三年 至少那个量还有点量力的成绩 虽然比不上人家前三名的 那你好歹你也在前段班嘛 可是越来越差 那为什么越来越差 就是说柯市长你越来越无心事政 柯市长已经把首都市长这个位置当成饥肋 就是对柯市长而言 首都市长这个位置他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所以当你用这种心态 在经营我们台北市政的时候 你当然会越做越差 你当然是美下欲挂 市政都做不好大家都对你不满意 然后公安处处出问题 公车的司机吸毒 非法的安养院烧死老人 我们的这个KTV公安也有问题 种种的情况不去处理 市政满意度这么低 然后却每天想着到全国各地去走透透 直接行动选总统 我想这样的柯市长 未来两年恐怕大家会对他越来越反感 当然在市政民众对于市长这样子的满意度上 确实有在检讨的空间 那也有要进步的部分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大概一两个月以来在检讨的部分 希望可以透过不管是社群媒体 或是新闻媒体的平台 都可以让大家看到市长更温暖 或是更在市政上努力的这一部分 在检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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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